长期以来 北约秘书长 罔顾事实和中方的反复交涉 一而再 再而三地利用各种场合 对中国大肆抹黑攻击 渲染中国威胁论 煽动 移华反华情绪 配合某些势力 对华打压遏制的企图 昭然若揭 种种拙劣的表演 不能不引起 世人的警惕 也充分印证了 北约作为冷战的遗存 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的产物 将给世界和平与稳定 带来何种风险与挑战 中方奉劝 某些在政治生涯上 行将就目的西方政客 不要妄图靠拱火交游 挑衅绅士和嫁祸于人 来强行留下 些许遗产 中国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自身的发展和对外合作 为世界和平稳定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同时坚定维护自身 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 将中国数为假想敌 北约最终只能自知苦果